大家好 嘿 大家好 你好 Good morning Good afternoon Good evening 你要帮我想个考场白吧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在去日本之前呢 我有在微博或者贴吧里面看到一些 有关于去日本留学生的行李建议 当然我有按照那个来整理我的行李 但是有几样东西 我是去到日本我才发现 啊 早上就买过来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算是一个 给即将要去日本的四月生的一个行李建议视频 我知道这个词听起来非常日式 我也不知道中文有没有这个词 但是你们大家看一看 看到我的意思吧 OK 为了让这个视频不要又臭又长 所以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では まあよくは以上ここまでで早速紹介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始めましょう 首先要介绍的两位选手呢 是 絶対も出た方がいい选手 第一个呢 是 流通話か 我当时到关西国际机场 我 飞机一着入 我就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的手机没有信号 所以我没有办法一下飞机就告诉我爸妈 我到了 机场的WiFi也不是特别的好 所以我就处于一个完全失联的状态 再而且 因为手机没有信号 也没有WiFi 当时是 我在便利店甚至要怎么付钱 我都还不知道 所以真的很蒙逼 要不是当时由袁徐校老师来接我 我可能就饿死在那机场 去淘宝上 也挺便宜的 一个星期一般 就差不多30块钱左右吧 在这一个星期到两个星期之内 你可以有时间 去跟你的同伴一起去买 在日本的变化卡 再去把这个卡换掉 会好一点 第二个呢是急用药 还有常用药 因为我当时刚去日本 没过多久 就感冒了 我去到药妆店 就完全是懵逼状态 我连哪一个是治喉咙痛 哪个是治发烧 哪一个是让人想睡觉 哪个是不想让人睡觉 什么都不知道 毫无头绪 而且我跟店员 几乎无法沟通 我最终 还是我妈从国内给我塞的几包 999感冒零 来吃好了我的感冒 虽然日本要好用 但是你刚去到日本 语言不通 真的很难买药 所以记得带药 带药 带药 来自我妈的忠告 大家想想在国内一个手机壳 你觉得一般多少人民币是贵呢 我去到日本的与都巴西 我发现 怎么一个手机壳 竟然要卖我2000日币 在淘宝上买手机壳的时候 一般怎么9块9包有啊 230我就觉得挺贵 可是在日本 普通你Amazon 买的極普通 哪个手机壳 2千元 2千元 就是差不多人民币 120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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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这对于我拼命哭女孩来说 当然就懵了 早上我就带过来了 而且他们的手机壳 可能跟中国人的想法不一样 我最经常看到用的就是 iFace的手机壳 就是很厚 然后把手机壳包成一个 葫芦一样的形状 那个东西我一直都以为是 家庭主妇们怕小孩摔手机 才会买的手机壳 他们竟然 那么大一个手机壳 塞在裤筒里面 哦 天呐 在国内真的 我只见过大爷用 就是那种 帖帖型 要翻盖式的手机壳 能想象吗 你手机壳本来已经就很厚了 然后你还要给它翻盖 然后你要看时间的话 你要这样 哎打开 实在是太麻烦了 而且稍微好看一点的 都要四五千 四五千日币 两三百人民币 你就买一个壳 还是带过去比较好 真的在淘宝上 买它一大堆的壳 多省钱 人肉代购 那么第二个呢 就跟刚才的手机壳 是差不多的 就是手机膜 手机膜的话呢 在日本也是很麻烦 你刚买了手机 你总要贴膜吧 可是日本并没有 像我们国内有那么多 什么贴膜小贩 小贩 小贪 会有那么多大叔在那里 十块钱一张膜 二十块钱一张膜 帮你还贴上去 在日本只要是称赚到人工费 都非常贵 所以我刚去日本的时候 因为我换了手机 不但没有膜 而且我还不知道 应该去哪里找膜 所以真的很麻烦 一千块钱日币 才买一张膜 好贵 对于平民空女孩来说 真的是非常的不友好 第三样呢 是我去到日本的debat 海底 その値段をみたとともマジでひいじゃった 怎么会这么这么的这么的贵 也就是 折りたたみかさ 那个可以折叠的那些伞 在日本之前 我有带一把 但是后来我就弄丢了 于是我和朋友去ロフト 找一把新的伞 但我没有想到 在日本普普通通的伞 竟然要卖 2000到3000 甚至四五千都是很平常 就是一把伞 他竟然要卖我两三百块 而且那个伞子真的很好看 就 你如果不看吧 还好 你看到了你心动吧 想买完发现你的钱包 空っぽだった 那么接下来呢 是 持っていたほうがいいと思うな 的选手们 是我到了日本 才发现 嗯 要是带过来可能会好一点吧 的东西们 它们分别是 おはし どしょうゆ 没错都是关于吃的 首先筷子呢 我第一次去日本玩的时候 我就发现 便利店给我那个筷子吧 好像一般只有21到22厘米 我当时以为是因为便利店 为了节省成本 所以才把筷子搞那么小的 但后来发现并不是 日本难道是手比我们小吗 它们的筷子只有21到22厘米 然后小孩子的筷子呢 就只有15到17厘米 就真的很短 国内的筷子一般是23 24 25 差不多 真正少了3厘米 3厘米相当于3的手指 这么多 这个可能也是 本当におはしにこだわってる方が いらしたら持っていたほうが 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なって思います 第二个是 酱油 日本的酱油 跟我们有一点点 真的是一点点 我个人认为是一点点 它们的酱油会比较有 黄豆发酵的那种 酒的味道 因为中国的酱油比较偏咸 但日本的酱油呢 它们的香味会比较多 而且很多好像是成年发酵 还是怎么说的 非常非常的 美妙 真的会有一股奇妙的酒精味 所以对于我这种 从来也不喝酒的同学来说 还是带一罐酱油去日本会比较好 毕竟吃这个东西和日常生活 是息息相关的 独在异国他乡 如果连吃都吃不好 那不就很难过吗 好累 好啦 就是这些 没错 以上就是我给要去日本的四月生的朋友们的行李建议 这些样东西呢 我在很多贴吧里面看的那些行李单上面 并没有看到 特别像那些筷子啊 这些应该真的只是个人的习惯 大家也不用太紧张 刚到日本可能很不习惯 这个也缺 那个也缺 不过你万物皆可公宾 万物皆可百质 不用担心 放轻松 最后希望这个视频 可以给加上去日本的四月生 或者十月生 带来一点小小小小小的帮助 还有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 楽しい留学生活 がんがれ では最後まで見てくれて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ではまた次の動画でお会いしましょう バイバイ 同ựة 通称 推 那 ?". 三 百 zupełnie Casey 感谢观看